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歡迎來到今天的井仔點體 今天是11月17日 星期四 這集有三件事跟大家說一下 第一件事是關於馬國明和湯諾文 被搬屋公司出賣 因為事源在搬屋時拍了很多馬國明的照片 間接等於暴露了馬國明整間屋的佈置 還有什麼擺設 結果令到很多馬國明的粉絲不斷大鬧侵犯私隱 不過最後馬國明用高質量的回覆 令到這件事完美化解了 關於這件事可以討論的空間和地方都很多 待會和大家慢慢看看 另外第二件新聞是正經的新聞 即是政治的正 迪志遠在昨天的施政報告致謝辯論中 批評香港政府隻字不提普選 他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去批評香港政府是很正常的 我作為一個市民去批評一個立法會議員其實都很正常的 所以今天就去批評一下為什麼他身為立法會議員還會提出普選這件事 因為在我現在的眼中我會覺得普選其實對於香港來講就是一個黃毒的危害 甚至乎我比較直觀地會覺得其實現在提普選的人我都會覺得你是不是不安好心呢 至於為什麼我會這樣想呢 待會慢慢和大家說一下 另外第三單新聞就是資訊性的新聞 袁國勇提醒大家 類被追有明顯的爆發 但是香港政府除了說你聽爆發之外 政府都有做回相應的配套去做監測 以及去做一些不需要勞煩到我們的預防手段 放到最後和大家看看 在節目開始前 大家記得留言訂閱讚好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旁邊的二維碼 每個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以及大家訂閱都記得按旁邊的鐘仔 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 馬國明雖然公開了他和靚湯的同居關係 但是注重私隱的異人並沒有曝光他們的外巢 只不過在日前 有搬運公司在社交網站貼出多張馬明家庭的室內照片 令馬明和靚湯的外巢曝光 其中一張相片就是馬明豎起手指公和粉絲的合照 這間搬運公司留言寫道 今天很開心可以幫到馬國明先生搬屋 祝你新居入伙大家生活愉快 在照片中可以看到馬明住所裡的警官、樓層 還有一箱箱的私人物品 包括櫃、鏡、健身單車等等 這些照片一放出街後 引起很多網民激烈討論 有粉絲對此大感不滿 罵爆搬運公司的做法是侵犯了馬國明和靚湯的私人 又指兩人變相被人放上台賣廣告 不過馬國明回覆傳媒時說 不介意粉絲把他的合照放上社交網站 認為是別人欣賞自己才會要求合照 亦不覺得搬屋的照片被公開就好像是幫人賣廣告 至於靚湯就沒有任何回應 其實馬國明的回應可以說是極高EQ 因為別人不知道有沒有心還是無意 叫做借馬國明去賣廣告 其實馬國明亦藉著這個位置打好自己的形象 雖然馬國明的形象一向都很好 但有時候你為何會覺得一個人形象好 為何覺得他是好男人 很多時就是透過這些 這裡一小單 那裡一小單 這裡一小單 很多不同的好人好事小事 堆在一起的時候 便可以塑造到一個好的形象和人切出來 在道理上 馬國明可以又說出律師信 又說要拘捕 又說要鎖 又說要告 又說永不取錄 畢竟每個人的私隱都不願意 都不一定要讓人知道 例如說 我家裡小的 但無論我家多小都不代表我的格局想讓人知道 還有 我在家裡擺了什麼 有什麼器材 我家裡有什麼公仔 我都不想讓人知道 就算我家裡沒有任何犯法 都不代表我希望唱通街讓人知道 還有 當你拍到窗外的景觀的時候 對於一些狗仔隊 或者一些比較細心的網民 甚至乎私家偵探的話 只是讓我知道你的窗 看到什麼都大概猜到你住 什麼單位 多少號室 大概就是 18樓至20樓的三室其中一棟 這樣做的話 對於馬國明將來的私隱 更肯定是更加頭痕 即是時不時 可能會有些無人機飛進來拍她 最後那些狗仔隊 都捕緊了她們 又會不會有些陌生女子 走進去的時候 又可以賣新聞 所以這件事 不單只是說 你介不介意 以及所謂的私隱問題 這個對於一些比較出名的人來說 是直接去到她的人身安全問題 例如 如果這間搬運公司 即是裏面是有些五三五四的人在裏 即是那些黃人 跟著去幫一些警察 即是可能去到白色三督賊的人 去幫她搬屋的話 喔 又拍了些相片的時候 到期時 等於又是可以把人家出賣 例如 即是搬屋公司 沒有明確地把地址公佈出來 但是憑著很多外景景觀 你都推測到大致哪一個位置的話 其實都幾危險下的 但是馬國明的氣度 真是超級厲害 因為他不單是再一次鞏固好自己的好男人形象之外 其實都是間接拯救了別人的公司 因為這間公司 就算馬國明不追究也好 但是他在商業上都是相當大意的 特別是你明知自己的客人是馬國明 當紅炸紙雞的明星的時候 其實你跟明星合照 你最起碼要問兩個問題 第一就是馬先生 你可不可以跟我合照一張 別人願意的 跟你拍完之後 你都要問人 我可不可以用公司名義擺上網 因為就算他是一個普通人 他不出名也好 即是你要把別人去擺上網 我不管你是放上Facebook 還是自己的公司網站 去做一些簡介介紹的也好 其實每一次都是要問人的 甚至乎問完之後 有些可能就會推出一些小優惠 例如說 你給我搬完 你給我拍了一點照片 放上網的話 就可以提供一些小優惠 例如說 這張桌子就不計你錢 就這樣送給你 即是幫你搬過去 馬國明作為一個流量明星的話 就算他本人願意也好 即是真的要拿正來做 其實都還要問他經理人 批不批准 如果這些事情做不足的話 是很容易會被人出律師信 要去告他 真是易如反掌 而且我也挺肯定 這間公司應該事前沒有問馬國明 因為如果有做足有問到清楚的話 應該是在貼完這張照片的下面 就會標注說 此相片已經得到馬國明先生的同意公開 就不會是存在馬國明事後要去接受媒體訪問 才去做相關的回應 不過馬國明的形象好 大家都知道 特別在安心事件上 馬國明真是不得了 我相信有很多男人是未必忍到 或者是氣量沒有那麼大度 因為安心事件 許智安和黃心穎的時候 馬國明基本上是做了第三男主角 甚至乎他媽媽當時都到處被人騷擾 人家那對年輕男女搞 你搞了人家的媽媽也有 但是馬國明基本上都是用一個包容的心態 因為馬國明只要肯再出聲的話 許智安和黃心穎那些一輩子都不能走出來 馬國明作為圈中之人 他絕對會知道在那個時候 就算他講一些多過分的說話都好 社會一定會包容他 甚至馬國明他想的話 他都可以包裝成為自己作為一個悲劇的男主角 然後到時就可以得到整個世界的關注 他原本是可以利用這件事的 但他都沒有 他都是選擇自己密密忍受密密去承受 雖然這件事對他的傷害很大 但是他都從來沒有想過在這件事上 去傷害他人或是叫做為自己謀利益 這麼大件事馬國明都可以忍到 更何況好像這些 跟粉絲公司開心拍的相片 這些小事 馬國明他能夠紅是有原因的 除了他本身演戲好 又低造起業務能力厲害之外 當全世界人包括其他公司 TVB他本身的公司 其他同事見到他 你做事又好 人品又好 人家得罪你少少 你都不會拿正來做的 又好包容 又不會惹是生非 當然是個個都願意拍著他 以及個個都希望找他合作 通常只有那些很廢的廢柴才好喜歡開口 就說我會保留追究你的法律權利 可能有時候特別是你拍片 或者你寫東西也好 你不多不少會拿其他人做例子去說幾句 甚至乎有些是說客觀分析也好 有些人就好像被人觸碰到自己易倫 又說上網開post又說 假裝正經又說要保留追究權利 我們不排除會出律師信 你這樣又是怎樣怎樣 我準備找律師告你 通常這些人 除非那件事真的好大好大好大件事 否則 每次都只懂得拿什麼律師出來去嚇人 通常只有兩類人 第一就是對自己沒有自信的廢柴 或者真的在走路遷的廢柴 才會這麼擔心自己的形象 還有就是一旦有少少道理的時候 甚至乎沒有道理的時候 都很喜歡說一定要出律師相 一定要告到你飛起 又說什麼嚴正聲明 有些如果最近接觸得網絡世界比較多 可能看得比較多的Youtube是非的話 可能你知道我在說什麼 不過就算你不知道我在說什麼也好 都不要緊 因為我說的東西其實是通用的 即是說一些做人處事的東西 往往就是有料的 即是心能夠包容全世界的人 就不會就是說 每樣東西跟你跟跟計較 那些廢柴就是惹惹 小人之心 但凡有機會可以出位少少的 就算自己好像隻狗一樣趴了落地也好 都要繼續廢一樣的 好了說完娛樂新聞 說回一些政治的新聞 這樣轉變希望大家可以接受到 在立法會今天 昨天才對 16日就著施政報告進行了致謝辯論 首輪的討論當中 議員除了關注公務員事務的優化工作之外 也重點提到香港的政制改革和法治推廣 法治推廣就不和大家說那麼多 看一看那個政制改革 迪志遠表示 如果要提升政府的管治水平 不能夠單靠長官的意志 而是需要一套民主的政治制度 將市民的聲音帶入議會 從而更加有力去監督政府 令政府的施政為民 抵志遠強調 民主發展是中央對於香港的承諾 他也舉例 國務院的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在今年1月接見20多名立法會議員的時候直言 中央政府是真心實意在香港搞民主 迪志遠強調 雖然831方案未能夠在立法會上通過 但不代表雙普選已經走到盡頭 認為爭取民主是長期需要堅持的 首先說一下 其實將市民的聲音帶入議會 這件事 就算是現在所有事情都改好了 其實這件事都是有待改善的 因為正如習主席說過 有時利益的尼巴 總之利益固化有時很嚴重 有時所謂的市民聲音 大家細心點去看看都是那些 我本身這個人就是親建制的 對於一些真正小市民的聲音 是否真的帶入議會 我自己暫時可能有 但我看不到一個真正有效的一方面 在這方面 其實中立法會議員和政府 都可以再想多些方法 真的令到一些不同的市民聲音 可以帶入議會 而不是說很容易就會被一般人都看到 就是那種糖水滾糖魚的所謂聲音 繼續說一說 迪志遠又在提及普選這件事 其實現在這一刻 還說普選 擺明就是和阿爺在2020年的港區國安法 愛國者治港 還有完善選舉制度 這件事 完全不擺入眼內 就是因為2019年的時候 所有事情都亂了 所以阿爺就要特意出手去完善 那完善好了的事情 為何又需要再大幅度更改呢 如果一個叫做已經完善了的制度 在無奈就需要經歷大變動的狀況之下 那現在的選舉制度 就稱不上完善選舉制度 那你這樣做是否等於落阿爺面呢 所以 但凡已經是完善選舉制度 我相信我們現在擁有的制度 不單止是今年去年前年 是未來五年 甚至乎十年兩年之後的一屆 都是繼續使用這一套 還有 和大家實事求是 看看歷史 現在還說普選的話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2019年的區議會 某程度上都是一個普選的實驗場所 是真的很多人都一人一票 去投一些他們想要的人出來的 那最後香港變成怎樣呢 是不是19年 即是被人投票那班人上了位 接著就勿心勿命去服侍社區 令到大家不分黃藍都可以安居落葉 很多社區的小問題都能夠處理得到呢 很明顯就不是啦 有些司徒夾帶的區議員 利用區議員再利用區議會自己的身份 去當面侮辱鄧炳強的都有啦 另外有些人又會利用區議會 故意把資源給一些九五八自己人開的公司 另外對於一些正常人開的機構 真心服侍當區市民的組織 所有資源就停水 還有部分區議員又說明 藍絲與狗不得內進 有政治差別地去對待不同的居民 另外有些人拿著區議會份糧 跟著每天回家打機 不做事永遠見不到人 再不是做做下事 就直接辭職啦走啦 飛去美國的大有人在啦 所以由19年之後更多的事實都告訴大家 在現在這一刻的香港 一人一票其實是行不通的 因為文字根本都未開 即如果你說700萬人 大家的自力程度 教育程度 都差不多的話 搞普選 我沒話說啦 但最大的問題是 現在香港社會仍然是很多蠢人 他們那種錯誤的舉動 就已經造就了19年的社會 甚至乎他們所造就的危害 直至到現在大家都在經歷著 只是今年年初的時候 都沒什麼區議員能夠真正幫到手 去派防疫物資 真真正正作為居民和政府組織的中介 去作為一個聯絡的 那大家就知道 這一個就是他們一人一票 最後釀成整個社會埋單的結果咯 是不是 如果真是搞普選 未來的香港社會真是交給一班 連政治認知能力都不足的人去投票的話 我就當不跟大家說黃藍啦 就算每個人都是愛國愛港也好 到其時你一票 我一票 基層一票 跟著李嘉誠一票 又是當一票的話 很容易是會令到巴斯亞叔這些人 是有機會贏的 又或者叫做黃之鋒這一類人 黃之鋒這些就是可以打著政治旗號去贏的 至於他有沒有一個管治香港的實力 大家心照啦 至於巴斯亞叔這個又是什麼例子呢 巴斯亞叔其實就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的了 就是那個你有壓力我有壓力那個 這個人他以前就趁著自己出名的時候 是去競選過特首的 我印象很深刻 他的政綱就是說 他計過香港那些不知什麼外匯儲備 香港那個 即是銀仓那個儲備之後就計過了 如果在他當選之後呢 他就決定會派給每名香港人十萬塊 聽上去當然好 十萬塊 如果我現在很窮 我窮到欠人錢 我基本上一顆米都沒有在米缸那裡 那我一定會投他啦 還有就算你不是窮得那麼緊要都好 大家都會有個心態就是覺得 就算我投誰都好 其實我都不會直接受益的 但我投這個巴斯亞叔的話 他說一人派十萬 那我就有錢收 那我就可以直接得益 那我就不要管了 我有錢投了他才再說 那最後真的投了一個這樣的人出來 然後他又真的對應承諾去派錢的話 沒錯 那你當刻就會好開心 十萬塊好吸引 但之後整個香港會破壞 甚至乎會不復存在 而在現在 即是你根本沒辦法去控制所有人 能夠去選一個正常的人出來的時候 根本就不適合去提及普選 還有現在香港還有些最大的問題 是未能處理得完 例如說 外國勢力的加入 還有香港仍然有很多黃人在香港 如果我們不是透過長年累月的時間 去淨化那班的黃人 令到大家 即是就算意見不一樣都好 都可以和諧共處的 還有也都不用長時間去清理 去叫做潔淨那些外國勢力的話 那你貿貿然去搞普選 只會成為了去激發黃人再次搞事 和外國勢力嘗試去進行 用來打擊香港和打擊中國的一個突破點 所以為什麼呢 即是就算是五年之後有人提普選也好 我也會覺得那個人好鬼 因為明明歷史已經給予到充分的教訓給我們 甚至乎有很多人現在都仍然受到影響當中 然後迪志遠還好意思去提普選 即是如果大家有留意最近新聞的話 都會發現是現在說的區議會 下年的區議會選舉 都開始轉著口風就是希望能夠委任 或者是希望一半委任一半投票的方法去決定人 還好意思在說一人一票選特首 其實那些去了外國的許智峰 在立法會投票的時候都叫人投白票 即是到時這些人可以動用他們的威能 動用他們的威力 恃著自己在外國不擔心被警察抓的時候 就可以操縱他人去投票 還有香港最黃的Youtuber 每個都已經離開了香港 猴子都去日本了 所以大家看到你現在搞普選 等於等很多外國勢力透過網絡 繼續去搞彎繼續去搞亂香港 甚至乎他們 可以繼續用自己Youtube的頻道去講假新聞 然後再去影響選情 但是我們都沒辦法阻止 就唯有每天看著那些一車車的蠢人 就繼續去接收假新聞和假資訊 在現在這種狀況之下還說搞普選 這些簡直是禍害香港 關於普選的事就鬧完了 看看第三單比較資訊性的新聞 究竟淚被追怎樣爆發 袁國勇表示已經找到一些高危的因素 第一就是全球氣溫上升 亦都令到泥土氣溫上升 所以淚被追的病菌亦都有所增加 另外第二樣就是細菌可以經過風和通風管 就會隨著水排走 到時亦都會因為某些氣壓壓力原因 總之就會進入水庫裏面 還有原來地球氣溫上升都關事 因為氣溫上升 所以就會令到水管和水庫所剩餘的氯氣量會降低 另外第四就是人口老化問題嚴重 尤其是深水埗這些長者比較多長期病患者的區域 感染風險亦都會增加 由2016年至2020年每年平均只有7.6宗的濾鼻追個案 但是去到2022年的時候 一年就36宗 在21年的時候原來都有17宗 可以見到淚鼻追在2022年的時候 就真的有一個爆發的跡象 但是袁國勇講完之後 歐家榮就出來說 就是為了令到大家更加安心 水務署就已經增加了在全港供水區的聖元6的量 亦都增加了配水庫加強了一些高效能的空氣過濾網 另外亦都在其他配水庫大約2400個通風口裡面加濾網 預料在兩個月內就能夠完成 和特別在深水埗區的水庫就會增加實時去監測陸氣的儀器 在其他地方亦都會慢慢增加 上述的措施就能夠有效去避免 食水是受到淚鼻追溯污染 另外袁國勇亦都說 特別是深水埗區的人 如果你不是深水埗區 但你都知道自己身體比較弱的話 那就留意一下 例如說你早上起床 你就要開開水龍頭的水 起碼一分鐘之後才去刷牙、洗臉、洗澡 還有做人就不要太懶 因為我自己是真的知道 有些上了年紀的人就很懶 打開水龍頭 裝完杯水就直接咕嚕咕嚕的喝下去 千萬不要喝那些未煲過的水 關於淚鼻追溯的東西就這麼多 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關於水這方面 山水就要小心一點 就是這樣 還有打風完之後都要特別小心 因為打風完之後 是最大機會令受污染的土壤 接觸到沛水庫 未來的幾天都要小心一點 但是其實雨季已經離開了我們一段時間 所以在這方面 就不需要太過擔心 祝大家身體健康 今集節目就來到這裡 我們就明早再見 好是這樣 拜拜 拜拜